大家好,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,要多个男人才能满足,引人脚踏多条船的真实感受。 为此,我专门采访了四位女士,我们一起来看看,她们是怎么说的吧。 第一位心仪,今年31岁了。 她说,说真的,我各方面的条件还是很好的。 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,长得不高也不帅,工作得的话还凑合,条件不怎么好,但对我确实很好。 在她面前,我从来就是要疯的疯,要语得语的,无论如何,她都从不敢跟我说一个不字。 但相处久了后,就觉得很腻,跟她在一起没什么意思,日子过得特别乏味。 所以,在外我一直宣称自己是单身,追求者也还是有的。 后来,也有两个男生追我,一个是我们公司老总的亲戚,另一个是聚会室认识的,都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 他们追了我一段时间,但两个人我都喜欢,就都答应了。 于是,我就必须把自己的时间分成更多块,保密工作也要做好不是。 出了一段时间后,我挺享受这种感觉和生活的,如果可以,真希望能一直这样享受下去。 可是,最终还是被我男朋友发现了,他提出了分手,我也没有强留他。 我当时心想着,我不还有两个很喜欢我的男人吗? 少你一个不少啊。 我们分手后才没多久,那两个男的就渐渐疏远我了,我找到他们问原因。 他们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,腻了,还继续干什么。 再说了,这就是互相玩玩的而已,当什么真啊。 我才明白,原来我玩别人的时候,别人也在玩我。 只是,我把一个那么爱,我那么疼我的男人给逼走,这大概就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吧,是我自己活该。 第二位露露,今年26岁了。 他说,有时候我也挺佩服自己的,我曾经最多的一次,一脚踏了四条船。 刚开始的时候,还是有点小紧张,小害怕的,但慢慢发现,我能隐匿得很好,他们也没有太在乎这些东西。 跟我交往的那几个男生,家庭条件都不错,会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奢侈品,几千块的项链也会给我买。 后来,我怀孕了三次,第三次的时候,医生说,如果这次再打了以后,就可能无法生育了。 但我能怎么办呢? 我去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,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,只是很淡定的解释。 现在的医生都喜欢夸大其词,没必要信,还说我们这个年纪要什么小孩,为了一个小孩放弃学业不值得。 而我也还在读博士,更不能要了,只能去赌一回了,至于结局那就听天由命吧。 不能生就不生了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第三位旅盈,今年33岁了。 他说,男朋友之前是在国外工作的,性格好,也很有能力,是个蛮优秀的人。 但因为异国恋,见面的次数少之又少,我也常常会感到寂寞。 那段时间,正好有人追我,感觉那男人也蛮好的,能填补我的空虚感,所以我就答应他了。 反正我跟我男朋友隔了那么远的距离,他是不可能知道的。 我的打算是,等他回国了,我就跟那个男的提分手。 前不久,我去了趟我男朋友那儿,没想到的是,他居然跟我求婚了,他说已经把工作转移到国内了。 我跟他谈了挺多年的,我心里也确实蛮喜欢他的,就答应他的求婚了。 我这个年龄也不小了。 回国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跟那个男的提分手。 当时看他很难过,一直跟我要理由,我则是不断强调说没有感觉了。 反正就是用狠狠的话去对他说,别给他任何希望就是了。 后面听说,他那几天去酒吧喝得烂醉,不管怎么说,还是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吧。 毕竟我在过段时间要结婚了,我很爱我现在的未婚夫,虽然我也还挺喜欢他的。 第四位沈薇,今年35岁了。 他说,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两年,一年前同居了。 之所以选择跟他在一起,不是因为我多喜欢他。 只是那个时候,我才刚失恋没多久,他对我很好,家里挺富裕的,于是就这么稀里糊涂走在一起的。 慢慢地我发现,自己根本还没有忘记前男友。 通过几次联系,发现他心里也还有我。 当时真的挺纠结的,我不想跟现在的男朋友分手,因为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好。 但又不舍得我跟前男友多年的感情,所以我们常常偷偷地见面吃饭和逛街,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。 后来我跟前男友发生关系的时候,不小心擦枪走火了,他说不要,我就只好去医院拿掉了。 那段时间,男朋友想跟我发生关系,都被我拒绝了,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怀疑,但有一天我的那个运检报告被他看到了。 他拿着质问我,要我给他一个解释,我当时确实无话可说,就回了他一句, 你看到的是什么,那就是什么。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一向脾气很温和的他怒吼了几句,伸起巴掌想打我,但他忍住了,只是一直在那里,杂屋里的东西。 说实在的,我确实被他吓到了。 那晚,他提出了分手,连夜就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了,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。 后来我妈知道了这个事,把我臭骂了一顿,差点都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了。 没了孩子,没了男朋友,没了前男友,差点连妈都没了,这就是我的下场。 如果可以重来,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了。 其实,当一个女人,有一个男人了还不满足,出现了脚踏多条船或者是劈腿了,其实只要你稍微用心留意一下,就可能发现其中一些端倪。 一个人需要在几段所谓的爱情里投注时间和精力是不容易的,肯定分身乏术,最后招架不住。 当然,有些段位很高,可能会游刃有余,没那么容易察觉,但也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,更有甚者完全不怕被你知道,因为他明白你已经被他死死抓牢了。 对出轨者而言,脚踏多条船,东遍西满也同样重要。 当一个女人脚踏几条船时,本质上来说,她不喜欢你,对你不满意,从其他侧面上说,无非就是贪图新鲜刺激,什么都想要占为己有的自私的人。 遇到这样的女人,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坚定地分手,转身离开。 而对于小慧来说,其实每一段感情都是一首诗,每一份爱都是一场梦。 但这首诗的美丽,这场梦的甜蜜,都源于两颗相互忠诚的心。 无论生活如何变化,无论事事如何沧桑,只要心中有爱,只要灵魂中有忠诚,那么这首诗就会永远鲜艳,这场梦就会永远甜蜜。 我常常想,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那么多的出轨和背叛? 为什么那些曾经誓言要相爱一生的人,最后却会选择背离自己的誓言? 我想,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,忠诚不仅仅是一种责任,更是一种选择。 选择忠诚,就是选择了对爱的尊重,选择了对生活的热爱,选择了对自我价值的坚守。 相互忠诚,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爱着对方,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对方。 我们愿意在对方的生活中留下自己的印记,我们愿意在对方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存在。 我们愿意,无论风雨如何翻涌,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我们都愿意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。 因为我们知道,只要有对方,我们就有了全世界。 但是,相互忠诚,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爱对方,更是因为我们爱自己。 我们知道,只有忠诚,才能让我们的爱情永恒。 只有忠诚,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。 只有忠诚,才能让我们的世界充满阳光。 因为,忠诚就是爱,忠诚就是信任,忠诚就是生活中的那一份坚持,那一份温暖。 出轨,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,瞬间摧毁了那些精心建立的爱情,扫盗了那些美好的记忆。 它带来的痛苦和煎熬,远远超过了那短暂的欢愉和快感。 它不仅仅摧毁了他人的幸福,更是摧毁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。 不出轨,相互忠诚,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的要求,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。 它告诉我们,爱情不仅仅是情感的交流,更是灵魂的契合。 它告诉我们,爱情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,更是人生的追求。 它告诉我们,爱情不仅仅是短暂的快乐,更是长久的幸福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得有点道理,欢迎大家点赞关注,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,我是单身朋友,在中国的小慧。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,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,点击投稿链接。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,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。